屏東農漁城豐富 從原鄉閩南到客庄 每個鄉鎮社區都有其獨特之處 為了協助傳統農漁村 可以發掘在地農漁成品的價值 協助產業發展 屏東縣政府除了成立 全國第一個農村再生專案推動辦公室 也積極輔導社區發展在地產業 以因應高齡化農漁村 並吸引青農返鄉 目前400多個社區中 已經有70個社區取得合定資格 另外171個社區 正進行農村再生培例 縣府這邊特地是在105年 這是跟有別的其他縣市不一樣 縣府在潘縣長的那種 大力沸動之下 其實縣府成立全國第一個農村再生的 一個專案辦公室 那農村再生這個業務 其實對縣府來講 對潘縣長來講 它其實不是只是一個 單一舉出的業務 它整合了屏東縣政府 有俠下跟農村在農村社區有關的這局處 例如像農業處 原民處 客戶處 城鄉處 以及公務處 水利處 從各個面向來去協助農村社區 來去推動他們的社區的發展 光是核定的數量 就讓屏東要為全國前五大農債推動縣市 除了針對基礎環境 硬體的提升與改造 針對軟體的協助 包含新產品開發 農耕環境的提升 以梅河相關資源 為社區找出路 都是目前正在努力的目標 從106年開始 也開始是梅河這些社區 除了他們原本農 農漁村在生產這些項目之外 也試著幫它找出新的產品 新的出路 所以也梅河一些這種產業界 跟這種學術單位來協助社區 如何利用他們社區 既有這些資源 來去開發出新的產品 萬丹社中社區的長輩們 正在進行紅豆包裝作業 由於這裡是紅豆產地 加上早期多以甘蔗種植為入 因此社區的手工黑糖 也是一大特點 縣補農在辦公室 結合著兩大特色 鼓勵友善農耕 顧好品質及食安 並為社中社區打造獨家品牌 我們紅豆旁有一個拼擺 就是社中的安心刀 經過包裝 有經過骨那邊改建的包裝 三月到現在這邊 頂到這個伴手的包裝 反正我們幫忙 讓我們很多的機關團隊 他們在送伴手禮 或是送他們原工的禮品 很多人都會購買我們的紅豆或黑糖 做他們的伴手禮 所以對我們社區整個營造的經費 也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我們社區有這個基礎以外 我們在社會最貪的錢 回饋等於社會肉食團體 強調有好的產品需要有好的行銷 社區很感謝有縣府協助進行產品的升級 讓更多人注意到社中紅豆及黑糖 這兩項商品 不僅能提升農村活力 也可以賺取社造經費 用於回饋社會 另外一樣也是農村人口老花 嚴重的萬暖成德社區 就特別以鼓勵種植香農的方式 做相關產品的開發 從食品到清潔用品 甚至保養品等 不僅吸引年輕人返鄉投入 也成功打造萬暖成德香農品牌 香農的推廣 讓社區的居民 看看能不能適時的做一些 像檳榔園的廢根轉作 來把香農當成一個選項 從產品的製作開始 縣府農在辦公室 就一直在協助我們 包括從產品的設計 然後新包裝的設計 他們農在辦公室 一直盡心盡力 都對我們社區有很大的幫助 現在的銷肉都比較好 到目前還有我們屏東縣政府農占辦 幫我們補導的那個新包裝的東西 這所有的東西 銷肉都一直往上爬 都是很好 要感謝我們屏東縣政府的農占辦 以導入新設計的模式讓產品升級 成為屏東最佳辦首例 以萬難成德為例子 這項某沐浴品在換裝前年賣200盒 換上了媲美專櫃的歐鋒新包裝後 年賣超過600盒 我們也協助他們導入這種設計 把設計導入到這種社區裡面 那除了在環境的設計改善之外 另外也在他們的產品也做進行 產品的升級 包裝的升級跟重新設計 那這些無非都是希望說能夠大大提升 社區產品的這些可看性 除了好用然後好吃 包括說也拿起來要拿來送禮 都會相對提升它的價值 屏東農漁村充滿活力及故事性 而社區在縣府的輔導下不斷進化 透過產品商品化 或者讓傳統農漁村展現新活力 更能創造城市美食概念 讓新以設計的農在產品 塑造農漁村特色與魅力 讓每一個社區都能成為屏東品牌 屏東新聞 博宜廷 張志豪採訪報導